哈喽各位高山同学你们好 今天我要来上第十一课 正气歌 正气歌 这个南宋十七文天祥 然后就在高山上册 第十一课 第六十九面 北高山上册第十一课 好文天祥是谁呢 好文天祥他是这个南宋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爱国总成 他留下了一句千古名句 叫做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轻 他是说在人活在这世上谁没有一死呢 然后他就说我要为国捐躯啊 留下我这颗赤城之心光照青石 留下这个美名这样子 好来我们的学习目标是首先你要了解文天祥 再来你要提会诗里面体现的那种凛然正气 坚争不移的爱国秦朝 OK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宋朝呢 唐朝过后就到宋朝 好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北宋 然后北宋呢他被井国灭掉之后 然后这一些宋朝的皇室呢他们就搬到这个南部去 然后建立另外一个朝政叫做南宋 然后宋朝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众文清武 众文清武 所以就是打架很就是军事上很弱 但是文学造诣上呢都很就是很高这样子 OK然后了解身心和医互相影响的道理 理解并背诵正气者的第一和第二段 为什么要背第一段跟第二段呢 因为他是同考范围 因为他是同考范围 好来这里的领 领然后呢我们知道寒风领冽 是指寒冷 或者另外一个是说领然正气 就是表示严肃令人敬畏的样子 好文天祥的简介 来文天祥死的时候四十七岁 应该原名云孙自宋瑞 又字旅善号文山 所以你要背几个名字 等于他一个人就有几个名字 一个名字 两个名字 三个名字 四个名字 然后一个号文山 他是这个吉州奴林人 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使人 OK然后他有两个阶段哦 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学霸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考中状元 然后以进士第一名入士 但是呢一样呢 当官也是当了 然后奸臣当道 然后结果文天祥呢 弃官 然后被罢官 然后他就回到了故乡哦 OK然后回到故乡之后呢 那在第二阶段的时候这个蒙古 蒙古兵陈基斯汉带兵攻打这个南宋 OK带兵攻打南宋 然后呢他散尽家财哦 在这个公帝德又元年奉兆起兵抗援哦 他就是他散尽家财 然后呢自己组织一支军队去对抗这个援军 就是这个蒙古兵 然后最后呢当然是打输了 当然是打输 打输了之后呢就被俘虏哦 被抓走 然后被这个呃 呃 关了三年哦 关了三年 然后他死不投降 所以呢 之后呢 就被杀掉了这样子 他把圣平所遇到的这个南宋啊 或者战斗的事迹呢 写成诗歌哦 然后变成这个诗集指南录 存在这个文三先生全集有二学卷 好来 关于正气歌 正气歌就是这首诗歌 然后他是选自这个文三先生全集 是作者呢被囚于元大都监狱中写的 好元大都呢 是当时元朝的首都 元朝首都 然后是今天的这个北京 ok今天的北京 然后诗人呢 把他表达的这个正气具体化哦 然后他觉得说国家危难的时候 这个天地正气呢 是是很很关键的 ok 表现出这个知识人人的凛然气节 所以呢 本诗题为正气歌 好中心思想的意思就是说 说明浩然之气 常存人间哦 说发对先贤之士的敬佩 并表现出至死不渝的气节 好 题材的话呢 是五颜谷体诗 啊 是抒情诗 一共有六十句 六十句 好来 蓝魂天祥呢 他是南宋时期的这个抗原精神象征哦 然后呢 正气歌也是一首勇吹不朽的爱国诗歌 好来 这就是正气歌 诶 看到有不同颜色对不对 好来 这一个呢 蓝色是第一段 蓝色是第一段 然后呢 青色呢 是第二段 所以你要你要背第一段跟第二段 因为他是同考的范围 ok 然后第三段 然后第四段 第四段是只有四句而已 四句而已 这样子五个字为一句 五个字为一句 ok 好来 正气歌并序 序的话呢 这里的序呢 指的是文章的前沿 或者创作起因过程等等 哦 然后呢 文田祥他创作正气歌的地点 是在被关押的监狱里 ok 所以呢 他在这里的序呢 他就表达交代讲说 哎 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环境很肮脏 哦 然后呢 特别指出了气种气 哪气种气呢 然后呢 虽然当时座子已经快年届半百了 但是他被关了两年 哦 在这么肮脏的这个环境之下呢 被关了两年 但是很身体还是很健康 然后他自己的解释是说 他觉得自己的正气呢 抵御了那些污秽之气 所以呢 他决定要创作一首正气歌 哦 好来描述监狱的环境哦 描述监狱的环境 余求北庭 坐依土室 市广八尺 身可四巡 丹匪低小 白肩短窄 屋下而幽暗 哦 我被囚禁在北国的都城哦 就是元大都 ok 然后呢 住在一间土屋内 土屋里面八尺宽 大约四巡 身巡 古代八尺为一巡 所以有三十二尺哦 三十二尺 三十二尺高吧 嗯 有一道单线门又矮又小 然后呢一线白木 窗子又短又窄 哦 地方又长又矮又湿又暗 感觉就是一个不同风 哦 然后又很肮脏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ok 来他要描述这个脏乱环境的气种污秽之气 ok 气种污秽之气 你看到很多 你没有见过的字 嗯 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一下 我觉得我读错的话 你们 你们可以上网找 找看哦 因为我也是怕我自己读错 当此夏日 朱气 翠然 夏天的时候呢 哦 各种味道呢 哦 都汇聚在一起 雨寥四季 浮动窗季 实则为水气 如果下雨的时候 那个雨水啊 四面八方的流进来哦 甚至呢 他会飘起那个床啊 还有那个桌机 这时物质里面呢 都充斥着这个湿气 我们叫水气 涂泥半朝 增 欧 利 蓝 哦 增欧 利蓝 可以烂泥泡过水后的泥烂 然后这里的欧是浸泡 然后这里的蓝是泥烂 哦 屋里的污泥 因很少照到阳光 然后 增熏恶臭 这时物质里都是土气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 每次天气很热 然后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雨 然后那个雨呢 那雨水 然后那个地上呢 就会蒸汽那种很臭的味道 然后这个是因为它不通风 而且没有阳光照入 然后那些污泥 会随着那个水流进来 所以呢 这间物质呢就很臭很肮脏 然后这是土气 诈情曝热 风到四色 实则为日气 诶 如果遇到这个太阳很大的时候呢 诶不同风嘛 因为四处的风到被堵塞 然后这时候物质里面呢 都是日气 所以很闷 我相信还想表达意思是很闷 ok 好这个字 这个字 来这个字没有看过 沾阴心串 沾阴心串 助长炎虐 食则为火气 有人在屋檐下烧柴火做饭 助长了炎热的肆虐 这时物质里都是火气 热 就是热 这个心串 心 心指的是木柴 柴火 然后呢这个串呢 则是煮那个烧柴来煮饭 ok 仓府 季炖 层层逼人 食则为米气 仓库里呢 储处里呢 储存了很多腐烂的粮食哦 正正没未逼人 这时物质里都是煤烂的米气 可能在他可能在他被管的附近是这个仓库 好 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粮食啊 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粮食啊 然后就烂掉了的东西这样子 并肩 并肩杂踏 哦 并肩杂踏 心 少 汉 构 实则为 人气 然后因为关在这里的人很多 拥挤杂乱 到处散发着那种恶臭味 汉臭味 所以这个是物质里面的都代表的是这个人气 好 ok 来这个字呢读成清混厕所 或清混或毁湿 或腐属 恶气杂出 食则为 碎气 嗯 这时 然后这里的厕所指的是大便 大便啊 然后腐屎指的是可能有人死在里面 然后没有人管 然后呢 或者是死掉的老鼠 各种各样的恶臭呢 一起散发 这时 物质里面都是这个 晦气 晦气 好来这里我特地找了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很难 所以放大来看看一下 然后读成这个串 然后呢 烧火煮饭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象形字 这边有两个人 好 这边煮饭 然后下面 呃 有煮 烧那个柴火 然后呢 下面就 然后柴火烧完了之后会变成灰嘛 所以下面有个灰 那么两个木 ok 好 文天想 就是环境那么恶劣嘛 这样 他觉得他有什么抵抗 这种恶劣的环境呢 是他的正气 他的正气 ok 所以文天想的正气呢 就对抗这七种污穗之气 污秽之气 ok 这么多的气味加在一起 哦 成了瘟疫 很少人有不染病的 而鱼以禅弱 抚养期间 鱼之二年已 可是我这么弱的身子哦 在这么差的环境之下 生活已经生活了两年 哦 已经生活了两年 性而无恙 是带有氧 自然而 哦 却没有什么病 哦 这大概是因为有休养 才会这样把这个养哦 修养 然 亦安之所养何哉 然呢 怎么说这个修养是什么呢 哦 孟子曰 哎孟子 孟子懂我 家家 孟子孟子曰 无善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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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创作一首歌 叫做正气歌 好 而且来到这边你们理解好吗 所以呢 这里的并序呢 就是他在介绍讲说 他在什么环境之下呢 创造这一首正气歌 然后这一边 这一张图片呢 你可以看到正气歌为第一段啊 然后他需要背啊 然后第一段呢 还有十句 还有十句 那句交呢 在讲述这个人间有正气 然后正气可化为三川河流 日夜星辰可化成人 形成浩然之气 他其实是想说 就是正气听起来很抽象 但是他觉得他把那个正气呢 具体化 他可以化作三川河流 日夜星辰甚至是人 所以呢 在乱世中呢 产生这个正气的威力哦 好 为什么我会放这个 呃 达豆诺西山呢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 我们现在是乱世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 所以有这个新冠肺炎哦 然后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就是唯一一个 目前看起来可以控制跟主持整个这个疫情的人物 哦 不是我们的卫生部长 是我们的卫生总监 哦 不是我们的那些部长级的人物 而是一个就是 坚守他自己工作操守的一个呃 专业的外科医生 然后就由他呢 来带领马来西亚的这个抗疫的工作 然后像中国的话是叫做中南山 中南山院长 对 哦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这个达豆诺西山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目前就是 他给我感受到就是有那种症气 浩然症气的部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浩然症气 然后才可以击退这个新冠肺炎这样子 新冠肺炎也算是瘟疫吧 也算是2020年的这个瘟疫 对 好 来 正气歌的第一段 正气的第一段 正气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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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我要读哦 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下则为合约 上则为日新 愚人约浩然 匪乎赛昌明 黄鹿当轻仪 寒河土明亭 十穷解乃见 依依垂丹青 好 这边有十句 它在天地之间有正气 它可以化成万物 然后呢 再下为三川合约 再上为日月成星 人间称为浩然正气 充满天地和环宇 环宇的话应该是宇宙 宇宙 这里的黄鹿 黄鹿指的是国运 国运清明太平的时候 它会呈现祥和的气氛和开明的朝廷 然后呢 十穷解乃见 如果在很危难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的光辉形象一一垂青丹青 就是说它会呃 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 呃 然后这些人浩然正气的人 它就会流传 呃 流方百事 呃 流传千古 对 就是这些呃 中意之事 呃 中意之事 好 这一边 最主要的句子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 十穷解乃见一一垂丹青 不管情况再怎么差都好 我们还是要维持自己的这个浩然正气 要维持自己高尚的解操 嗯 就像这个 哦 这个大多诺西山这样子 然后 这个它就是出来主持这个抗议的呃 抗议的这个活动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很多这个白衣天师啊 医生啊 医护人员啊 哦 就是感谢他们就是在帮我们 嗯 阻止这一场瘟疫的恶化这样子 ok 好 来 正气歌第二段为同考范围需要背诵 好 第二段 第二段